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DevLearning的分享会 我们在GitHub上维护了一套开源的DevKF教程 愿你是给初级开发者一个最简单区块链学路径 给进阶开发者也可以交流和协作的平台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YouTube和B站账号 点赞订阅收藏转发 我们每周都会有精彩的分享视频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的是安比实验室的过瑜老师 继续我们的ZKM学系列课程的分享 今天的主题是插招表技术 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呢 如果大家有问题欢迎随时提问 好的下面有请过瑜老师 OK 对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个Lukar 就是我们先讲第一部分 就是什么是 就是这个Lukar 就是Lukar 现在变得特别重要 就是我们如果简单一点说 就是Lukar 它就是众多的ZK协议里面的一个 属于 就是没那么 一眼看就没有什么太特殊的点 但是实际上Lukar 现在成为就是整个领域里面 就是它能解决很多以前就比较棘手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我们先从Lukar 一个Circuit 然后这个Circuit它是可以是Booling的Circuit 或者是这种算术的Circuit 算是算是Circ的用的比较多 就是它它可以是一个乘法或者是一个加法 然后是这样去表示一个 当然这个电路可能会非常大 然后每个门都是有两个输入引脚 和一个输出引脚 然后Prover Prover就在正跟Verifier之间就做一个交互 来证明每一个Gate的运算 就是它的输入和输出是满足 这个要么加法运算 要么加法运算 要么加法 要么成法它这个计算过程是对的 就是要么就是AI乘BI等于CI 或者就是AI加BI等于CI 就说后面就是从Ultrapunk开始 就是大家在想 就是这个最初的目的 我不是特别确定 就是去做一些微运算 就是那这些微运算 你用这个算术门的话 是比较麻烦的 基本上要用到所谓的一些high degree gate 或者就是用非常多的门 算术门 要么就是用high degree gate 然后就说 就后来大家发现就说 其实这个门可以变成一个 一个查找门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新的一种门 就是叫查找门 它有一个C 一个A和一个B这样的输入 那这个查找门 这个L运算 这个lookup 这个运算 它可以是我们可以把这张 有一张表 一张表 我们叫做table 然后这个table有三列 然后每一列我们全名字ABC 然后AB就是两个门的输入 C是门的输出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正确的计算的输入输出 全部都写在写在比如说写在 我就瞎写了 六九二 就是二三三 反正我随便写 表我认为正确的 我都写到这张表里 然后这张表里 这个prover verifier都会来 这个都来共识 这个认为这个表是对的 大家都承认这张表是对的 然后那么这个prover就可以去替换一个 就是这个门呢可以把它替换成一个 替换成一个这种L门 这个L就是属于 这个L的这个 这个它的引脚输入就是 A B和C 比如AE B和C 那么就属于这个table这个tableT 就是AE BE C E E 然后这个这个tuple它属于这个tableT 这个去什么tabletableT 是一个三列的一个table 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释放了这个电路的它的 威力就是我们可以仅限于架法乘化去构造一个我们想要的计算过程 就是说如果这个计算过程没有那么大 我们就可以把它把它的所有的运算的输出出的结果 而不关心它中间到底是什么逻辑关系 把它放在一张一张这样的表里面 这个表可以会比较大 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8bit的一个亿获运算的话 那就相当小一点 如果是一个更大一点的话 这个表就会变得比较大 然后于是在这个 这是lookup gate的一个概念 然后这这个那这个这个gate 我们应该怎么去构造这样一个协议能够 让这张表可以 可以去 去可以用这张表去proof这 proof这个门是正确的 然后呢这个那个基本思想就是说我们只要有一个我们预示就是我们只要预示只要有一个这个lookup argument 他就说如果我们有若干个lookup 从这个F0F1一直到Fm-1 假如说我们有m的这是lookup或者叫query 然后呢我们又有一个这个这个table就是这样一个table 那这个画的table是一个多列的table 但是我们可以用密码区的手段把它变成一个单列的单列的table 那这个table 就是我们只需要有一个单列的table就可以 这个地方说不严谨 我们后面会遇到具体的协议可以再 再说 那这个这个table t呢 它的知识里面是向量有n个向量大n个个向量 那这个n可能n这个n一定是 这个n可能会比较大 那这个m可能也会比较大有m个lookup 就是就可以打个比方说我们在 电路里面有m个这种m我们lookup gate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有这么多的这个table entry 有这么多的table entry 那么我们要正的我们要正的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要正 F向量的中间的每一个 F向量的每一个都属于这个t这个向量 就属于t这个table 但是for all的i属于从0到m 那这就是一个简单的lookup argument 我们只要有这样一个lookup argument 我们就可以向右边这样去够到lookup gate 然后去做很多什么事 因为我现在实践中用的最多的就是一个是run check 就是 run check 就比较典型的应用 还有就是这个 就是biz biz operation 比如还有像storage memory 还有各种都可以用用来做很多事情 就是这个lookup gate 然后最早的这个最早用来做这件事情 当然最早的这个lookup argument是出自17年 张伯顺波子后的一篇文文 就error 但是那篇文章我没自己看过 但是后面最终被被punk检就punk发现 并且重新去去设计这个协议 就是提出了最早提出来的这个叫plookup plookup 然后plookup 它是这样一个协议的就是说 ok我们可以正这样一个f是这个在都在t中 但是呢这个这个prover的cost 是这样一个on blogn 就是跟这个表的大小是是有关的 这个plookup的机制我们之前是应该 咱们当时应该讲过的 然后我这边就先跳过 然后后面有需要的话 我们再回头来去看这个细节 因为我现在整个的吧 整个的overview 然后接下来有一个就是 在plookup上面的一个改进就是 就是一个这个hello2 hello2的这样证明系统里面有一个 hello2自己的一个hello2lookup 那他的 他的这个证明的 方法跟plookup 没有太大区别 那是hello2lookup 更好理解一些 更好理解一些 它的provercost 也是这个on logn 然后呢 这个 到目前为止都还还比较就是不览不惊 反正这个lookup看起来挺好用的 就是在很多的peng的时间里面都用 然后但是就是事前发生了一个转机 就是在 就22年的时候 就22年的时候 有一个paper出现了就是叫coq coq这个 lookup document呢 他也是我看这篇文章我手边没有 这个是应该22年的 嗯 coq lookup是第一个lookup government 就是他对前面的这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进 比较大的改进呢 他是 可以显著的优化prover的cost 说当如果这个if这个m 远小于n的时候 那我们去用上面这些 这两个的话就会有点问题 因为这个m比较小或者是n一种情况 你m确实比较小另外一种是n特别大 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是n比较大 或者是m这个表你虽然用了但没用太多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用上面的话你就比较亏 然后coq说如果 如果这个m远小于大n的话 那么呢可以有这样一个证明系统 他的这个prover cost prover cost 可以是这个 m平方加上 m乘上 log大n 也就是说这个prover的cost不再是跟 O1是一个准线性的O1 就是 不是一个准线性了 但这个表的表的大小 而是说可以变成一个跟这个 表的表的大小可以加个log 加个log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相当于 就是表的大小对 对这个prover的cost就会影响 影响很小了因为一个billion的话 log一下也就才40一个 一个 有变40 30 OK 一个mini是20 所以说 这个prover cost这么一看的话就会 就小很多 那这里面的 这个hawk的一个basic idea 是什么呢 就是他就是他凭什么可以做到一个 一个 这个sublinear 这个sublinear 这个是他具有这样一个我就我反正下面慢点来讲就是我们先简单看一下靠个多了什么的看别的 下面看一下这个 这是一个idea 就是靠个这个协议还是有点有点小复杂但是他的核心的思想就是 就是就是第一个 就是 就是他 其实他从这儿已经提出来这个所谓的叫cash 一个 这样一个概念但是他并不叫这个名字他也没没叫这个名字就是但是后面的话有这个叫cash coaching的这样一个词 但是其实他靠个这个地方就提出来 那这里面他其实在讲一件 讲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个idea是我想是从哪来的是 应该在之前那一篇文章里出现过 它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 就是kzg 10这样一个成就是这样一段成我相信大部分人都知道我在那边再写一下 就是当然kz交零的用了这样一个多样式余数定理 然后就假说我们对任意的一个ffx一个多样式如果他在一个a点的取值 那么的他他就等于 就是fx减缺非可以被 x减a整出 然后就会做出来一个余数多样式 然后如果是ok 那有一个在这个kzg10这个多样式余数定理上有个扩展的形式是什么形式呢是这样一个形式就是说是这个fx减区 假如说我们有两个点有两个点的取值比如说我们在a点的就a点的取值和 假如说呢这个我们有fa 还有fb fx在a点和b点都有取值 a不等b 那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公式就是fx减去一个gx 那这个gx的他实际上是这个fv和fb的两点的差值是一个 是可以在想象中坐标轴上一条线穿过去这条线 这个用画码这个大家是不是都知道这个功能 等于 x减去a乘上x减去b乘上一个qqx 也就是说如果 那这里 gx就等于 写一下 fa乘上 嗯 一个 嗯 x 我想想这个地方应该是b- right x减a a-b 加上fb乘上 x减 b b-a 如果错了可以提醒我 这个gx是就是fbfd这两点的差值就是一条线同时穿过这个 就是这样是一条线 同时穿过这样一个a和fa这个点还有这个b和fb这样一个点 ok 那我们就有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式子 那这样一个式子 就说如果 就是说这个qx会会怎么样的这个qx实际上具有一个比较漂亮的结构 这个qx可以变成一个比较漂亮的结构就是这个qx这个地方是起法了ok 这个地方是吧fb-x-b 对 ok 谢谢 没有水滴码提到你可以直接说水滴码 好谢谢 应该这应该是反过来的毕竟 大家听得很仔细 然后接下来这个qlx会就有一个 这个就可以被线形分解 这qlx可以被线形分解成 我想这个地方 应该是一个b-a分之1乘上一个q ax加上一个a-b分之1乘上一个qbx 我不知道这次反了没有 反了提醒我 这点我记不住总是记不住是哪个顺序 就从这个式子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当fx减去一个就这些 这个fx在很多这个x上的曲子 就是a和b我们假设有abcd有很多点的话 那这个同时这个qx它会具有一个线形结构 那这个线形结构就会导致呢 就说如果 如果我们提前把把这个所有的假说这个 如果这个x是它只在一个一个 一个domei去 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f0乘上一个lix加上f1乘上 fm-1乘上lm-1x然后呢存在一个这样的一个domei h它是这个1 omega2平方 如果是母如果我们是定义在这样一个domei上面的话 sorry 这个应该是用n几乎 用这个f用的不太好 不过我待会儿不用管 嗯 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提前 就是提前pre 就让prover和verifier同时 precompute的这个 所有的qx qx 那每个qx都是这样一个fx减缺 Om-i 这个形成 那个 Om-0 Om-1 Om-2 你觉得到那个 n减缺 所以我们提前可以算好一个集合 把所有的qx 都放在这 当然在实际协议里面它是它qx的一个 一个承诺 ok 可以打担一下郭老师这个f0f1是什么 ok f0 nf1是fx差值的时候这个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常常数是吧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把这个 这表的这一列给 给 commit成一个ax 那实际上就是这个ax就等于 举个例子就是 我们就就把这一列 commit成一个ax 那这个ax就等于 这个a0 a0 a0就是1 a0这个exact就是1 乘上l0x 加上 a1乘上l1x 加上 一直加到头 这一列把它都加完 啊就是这个就是就是所谓的这个lagerunge basis 哦 或者lagerunge interpolation interpol 内心 就是把差值产生了一个样式 再问一个简单问题 这个不是横 不是横着吗 关系不应该就是 a什么b等于c吗 这种不是横着这边可以纵着看吗 他只是说 因为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在plunk里面 是纵着差值 横着去比较这些多样式之间的关系的就是 嗯这个地方 就会被差值成bx 那这个地方就差值成cx 然后实际上我们是要证 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就是相当于是一排一排的就是当 当这个多样式这三个多样式满足一个关系的时候 那么就证明了这个table的每一排 啊就是这了是吧 关系结果okok 但是但是我们为了能把 这个table不管有多少行 我们都可以把它压扁压成一行 那这个压扁的过程就是commit的过程 就是我们按列去commit成三个多样式 这三个多样式分别代表压了压扁了的这个table的每一列 嗯明白继续 对然后deven在那个聊天记录就说 就是说行是代表约束 竖着这个纵向的代表trace 这个就是按照 就是比如说我们按照这个按行把它看成一个vm的执行 但是ok 不在乎这个 大家会confuse这张表就是用途会比较多了 就是 这张表它可以用来干很多事情了就是 但我们通常情况下是按行去 表达他们之间的约束关系的纵向是代表有很多个实力 然后我们把它commit成多样式就是把它做一个压扁的过程 ok 然后 然后我们讲到这儿就说 ok 这个cog的basicide第1个就是因为kc10的这样一个端是余数的用力 我们可以把它扩展成这样一个 再扩展成一个更generalized的就是 嗯 然后这么做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想办法 extract的一个纸表 嗯 就是我们我们为了为了让这张表 prover 的这个cost能够 能够尽量的小 那么于是呢我们需要我把这个 下一页 所以他这个基本思想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一个 准化一下 假如说这是一个 嗯 嗯 table right 这是一个table 然后呢我们有一些 查询 随便画一些那这个是table t 这个是查询f 有没有4个查询 然后这个t会很大这个t长度是n的 然后这个lens就是m就比较小 然后呢这个基本想法就是说假如说这个 f的f的查询 映示到了 三条记录比如第一条记录跟第二条查询查询的同一个位置 那么 那这个 这个cog协议的第一步第一步工作就是第一个 很直接的想法就是我们能不能构造一个小一点的表这个小链的表呢只用到这三个 只有这三个因为只有这三个会被f查询到我们就把这叫做一个s 然后呢把它并成合并成一张表 来合并成一张表 这个就分别对应 分别对应到这三个 上面 然后呢 一算一个subtable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一个这个tx 多样式呢它去表达 这个repre present table table t 那么呢我们就能构造一个 ti 让去代表一个 reference s 然后这个s是 是t的一个指表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 在yaml让verifier 让prover再去prove这个 f 在s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长度一定是 m1'一定是小于等于m的 那接下来的很多的比较 arget的运算就是一些prove的过程就 集中在这个一个更小的表上 那这就是靠着一个很 直接的一个 一个idea 就是说 OK我们能想不让人把这张表能够一个更小的表 帅个帅 然后剩下的那个很多的繁锁的 也在上面做 那不管怎么做都是跟m相关 然后抽取这个 抽取这个过程 这抽取的正确性呢 就是可以可以跟这个答案是sublinear OK 到这里大家有问题吗 好 没问题 我就继续 alright 那你继继续 OK 接下来就是 靠个里面去引入一个 一个 basic idea 我就讲basic idea 就比较笼统 大家有那种感觉就行了 具体的协议还是有点小复杂 接下来呢 这个靠个协议会把这个proving的工作拆成四个部分 拆成四个部分 我们分析叫equation equation1 equation1是这么说的 说 这个tx 减去一个tix 这个ti就是一个index 所以一个更小的预表 就这边画一下 这个是这个 tix 他一定能够 被这个 z i x 整除 乘上一个 q x 大小 这种大小 qx q 0x2 q1 q1 x OK 这个这个式子 exact 就刚才讲了这个kc10的一个扩展形式 就是 嗯 就是fx减去一个 这个gx 表达的这两个点 但是我们我们当然说可以扩展三个点 这是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就是fx减去这个gx 这个gx就是这个更小的表 假如说我们就把 a.b.两个点取出来 做一个更小的表 然后呢他一定能够被x-a.x2-b整出 然后得到一个上斗样式 那这个地方也同样 就是一个zx呢 就是这样一个 式子就是 x减去 里面用一个什么符号 a.b.两个点 Omega i1 乘向x减去 重0开始 i0 那个先Omega i1 b.b.重新x减去 Omega i m1 p m-1 摸过来一下 ok 这个第一个公式比较简单 第一个公式比较简单 这第二个公式的就是 就是做这样一件事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证明这个 zix是对的 因为因为zix是 这里面有一个比较trick的地方 就是说当verifier去验证这个式子的时候 我们看看哪些是public input 就是 你会发现public input的只有这一个 只有这个是public input 剩下的三个都是private input 也就是说都是prover就构造的 prover肯定不能明明确的把tix发给verifier 那这个会有问题 因为这就相当于让verifier知道了你这个查询 都查询的是什么 所以这是这个这个协议里面比较比较tricky的地方 就是prover得commit的这张表 但是不能把这张表这个小表泄露给verifier 那么这个一q1你单独的让verifier去验证的话 verifier就会一点蒙对吧 就是对吧 这个是这个是prover提供的 这是prover提供的 这个也是prover提供的 就是就是验证个计划 就说那实际上这边就是假设了 就说zix是对的 就是zix是对的 那接下来就是需要有一个额外的equation去验证 额外的去给zix加一个约束 那这个zix 那zix的约束检查的是 它是又要引入一个新的 对象是叫小ux 那它就等于一个 zvx zvx 那我们这边得重新给一个domain 这个地方 v 然后还有个新的domain 就是我们有两个会有两个domain 两个充满子群 写在哪 写在这儿 这个v 等于 这个v是一个 我可以更大眼的 那个 1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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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这样一个很就是有点有意思的一个式子就是让一个zi然后里面套了一个复合了一个小ux那小ux干什么呢小ux这个 where 小ux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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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我们如果给一个 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比如给一个 有我们给一个 我们一个爱 他就应该等于一个 栏目的J 给 这个地方就得这个都放上栏目的 OK这个ZX是定义在这个 更大的一个 统面VD上 OK如果 假设我们先假设这个 UX是正确的情况下 那么UX应该输出所有的 查询在这个 这个导面中的index对应到的这个大表达的index 那这个大表的index是基于这个 我看一个颜色的这个 这个大表我们定义是定义在这个V上面 然后这个小表和F我们都定义在这个H上 就是说在这个协议里他要做这样一个 导面Switch 就是我们一部分的这个验证是在导面H上做的 一部分的验证是在更小的一个导面H上做的 在V上的做的就尽量的要少在这个小H上尽量的多 OK 那么然后这个应该是那个优势应该是V到H吧 你这写的是H到V oh sorry sorry 我这写反 更小的 我写到sorry sorry sorry 我我这边我我我搞的有点糊涂 这个都是Omega 因为Omega是在一个大更大的里面 就是这个优势要把小的 导面的东西给塞到一个大的导面上去 right 是的到一个大的导面上去 现在应该是对 应该是对 嗯 那我们就现在我们假设 massume 我再写上 嗯 假设 Ux is correct 那我们这边是假设 assume Zx is correct 嗯 啊那这个equation1就是用来验证这个对不对 然后在equation2里面我们假设Ux对的情况下我们去想去验证Zx 啊那么我们现在就会有第三个equation 三个equation 我们要来验证 查询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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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查询fx就是这个tx 里面套一个小Ux 减去 fx查询等于0 啊一个zvx x 啊呈上一个q3x 我这边好像有点问题 嗯 嗯 嗯 啊 sorry sorry 这个地方应该是zx 是定义在 地方应该是讲到这我就发现出错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zx 这在一个小的倒面上 然后 那这个 嗯 嗯 嗯 zx 嗯 所以这个地方不是v 嗯 这个地方应该是zhx 因为我们的fx是定义在zhx上 嗯 嗯 我这个地方应该是zhx 这个地方应该是zhx 对应该是zhx 是一个zhx 对嗯 嗯 嗯 对应该是zhx 是密货 co ok 这个地方 应该是 zhx ok 这个时间有点长 有点忘 待会我们先跳过去一点 我在后面再想一下 第4个equation就是 在这个equation3里面 其实我们就在检验了fx是 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验证了这个tx的正确性 tx正确性 验证了这个zx正确性 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们就要验证这个 fx正确性 那只剩下最后只剩下这个要验证这个ufx 就是correct 那么验证ufx correct就是我们要验证ufx的n次方 拖起来的这个n次方等于1 也就是ufx中的 每一个有燃素都是大的导面中间的 导面中的这个导面根 就是这样一个是的 ok ok 这个地方大家有问题吗 我主要我这个符号体系用的已经跟原来 我已经不一样了 我自己这有点晕了 我没关系 这主要是今天大家讲一下这个idea ok hello 抱歉我 ok 就是这个是coc plus算法是吧 不是 是coc 这coc是吧 ok 对 对 就是我再问一下这个domain switch 其他这个映尸过程 是说从一个 小的 小的群上面 小的小的玉吧 或者说 或者说群 小的群 小的群 对 称发交换群上面到一个更大的群上面 对吧 ok 对 对 对 行 这个映尸过程你还有影响吗 是不是有点类似于l de的过程 类似什么 l de 就是 低度 l 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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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l de 全程叫什么 l de l de l de 哦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是吧 ok l de 参线是那种多元多样式的 就是 哦 不是 不是跟那个 不一样 不过在Fly里面经常我们肯定要这么多样去扩展整个确实表 但我不确定就是说 啊 Fly跟Fly也没关系 他这个就是一个 Domain 把一个Domain映射到另外一个Domain 就是一个小UX 就是这个过程 就是说这个过程感觉 有有可能有 就是在Fly里面可能他比较粗暴 就是说我把这个 只需要把这个Domain size扩大之后 然后我把剩下的确实里面的X和Y都算好就行了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可能是在那个Cyclic curve里面 他也有种类似的 他也有种类似的 但我不确定现在就是说这具体对应是怎么样的 没事 这个对应那些概念对应到哪是吧 对对对就是这个过程没事 我我觉得可以下来我再看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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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这个我回去稍微想 因为这个手法体系用用自己已经用晕了 怎么前面一直写下来 手推就是好久不看了 不过就是基本思想是这样一个基本思想 这里面可能有一点小小问题 但都是影响不大 对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时间不多了 我觉得就是今天快速 我们有时间在讲具体的 因为这个一讲就还是免不了的 就会往细节里走 就接下来这个就是有篇配本就靠个plus 就很快就会再靠个后面靠个配本后面出来 他的出来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 就是替换掉这个equation4 就是这个equation4呢 就是把它用一个新的equation 比如4星去it 就是 因为因为因为在原来的这个配本里面 这个靠个配本里面 这个要证这个 u x的正确性能是比较是有点繁琐的 有点啰嗦的 他就是这个正 u x就我不讲细节了 就是他 我们刚才说过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proper的性能里面 其实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m加log大个n这个地方 就是在正这个u x等 就是equation equation equation4 然后呢在callplus里面 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很巧妙的一个 一个新的一种正u x的办法 这个正u x的办法就是这样的是说 我们引入一个新的这个 我们引入一个新的这个equation 新的这样一个公式 他的他的是要正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zhx 这个zhx乘上 一个比如说zjx 他正好等于这个z zbx 因为这个这个点就是说 那你就说 如果如果你这个zx是这个zbx子级的话 那我一定给他找到一个他的这个 找一个因子 就是找一个callfactor 就是他正好乘起来等于zbx 因为这个是一个公开的公开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样的话一来的话 这equation4把它改成这样就会 就会有点意思的 就是这个equation 2就反而变成了 就是因为我们找到了另外一种办法 就证这个zx 我们本来这个equation2是假设了 u x的正确 用了一个很略复杂的办法 然后去反推zx 因为他是关于zx ux的这样一个约束 但因为现在我们找到另外一种方法 就证明zx 那么ux正确性就相当于在 equation2里面就被证掉 那就是这样的话就可以equation4直接 替代这个equation4 然后那这个这个协议就会变得一下变得很简单 并且这个 这个 这个proved cost 就变成了这个om平方 就是原来这个m乘上log n呢就被就被就被喊掉了 就是这是这个 这我就是第几节的第五节 就是cog plus他他就是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 一个更更简单的办法 但他也有一些他本身也有这个 cog plus他吧就是他就有一个就是一个 这个引入的这个 新的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就在于 我们不得不让proved去commit的这样一个 zgx的commitment就是 就是这引入了一个就是but introduce 一个一个g2的element 这个g2的element的就是这个z j 淘这个淘就是那个ss那边那个那个 那个trap door 他必须commit在这个第二个第二个群上 那这样的就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ok引入了一个更多的这个g2的元素 你相当于增加了verifier 如果这个verifier说写在合约类的话 就会是比较麻烦的 因为在合约类里面去verify一个g2的这样一个 point的g2的这样一个element的一个合法性的话 这非常好guess 然后接下来就是看时间那种接下来的时间 然后就说快点就把剩下的协议赶紧过一遍 就是大家同联的时间的关联吧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样一个 就是接下来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一个工作就是flookup flookup gk22 flookup flookup的他的一个在 这个cocplus上继续的去改进 继续改进 继续改进的他是能把这个 这个 这个proved cost 大一点proved cost 从这个前面就是om平方 这个m平方怎么引入呢 f平方就是 我们 因为引入这个domainswitch之后 会造成一个这个的 这个对象式的degree变成m平方 所以说因此proved的性能是m平方 就m平方其实不是还还很实用 就是不怎么实用 然后呢这个flookup就是用了一个点子 就是能够把 这个proved cost降到m乘上log平方m 就这样的话就是 right就是 就会就变得稍微实用点了 你知道你是个准线性的 不是一个m平方 这是m 稍微大点好像也还ok 然后他的主要的这个basic idea 我就快速的说一下basic idea 这个basic idea就是如何去证这个 就是我们要证这个 这个table ti 这个table ti 就是他确实是一个 这个table 就确实是一个这个大table的一部分 我们前面这个ti的证法就是要要要这么证 要要这么证 嗯 还要引入这个就是 啊 flookup就会用一个更巧妙的办法 就是他干脆直接用这个 zx来代表这个subtable represent 这个subtable 这个subtable 直接用zx做subtable zx它是它是形如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看看就是一个x减去这个 Omega i0 这是软件吗 什么事不让你看到什么 hello 我进一下音 Omega i m prime 1 他这个想法就特别巧妙 是我们以前是如果我们represent的一个表 前面的这些协议员的表就是按照是拉个朗日中 拉个朗日段式拉个朗日差值去represent的这个这个这个向量的 把它放到一段式里 flookup是ok我们不用我们直接用这种把这个表的 这个这不是这样的 我们直接把这张表 到这个t0-t1-t t t的t字符号 换一个符号 我想用s0-se到sm1-1 就是我直接用把它作为这个这个端式的根 去这样去表示zx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更简单的方式去表示这个 去证明这个这个这个表的这个子表的正确性 这个子表的正确性就更更容易去表示了 因为我们只要能找到跟他一个补的相补的那些因因子 把它都乘起来 它就会等于最终的那个大的zvx 就是更大的一个导面上的万类型pronomial 我们非常容易的去验证非常easy去验证这个zx的正确性 我只要tx的正确性 这个tx就这个子表会变得非常容易正 那这是他的一个想法 就是他可以把这样去掉那个导面switch 就不再需要导面switch 但他需要一个mlog平方m这样 但这个这个因子是干嘛用的 就是他还是需要做 这个非乘法子群上的拉格兰兹 他只是引入的这个m平方m乘上log平方m这样这样一个 计算 但是他有一个 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这个 他的这个缺点 他这个缺点就是 他这个ti的不是 sorry 不是additively homomorphic 这样意味着就是这张表只能证明单列的表比如像 像这这样的这样的这个lookup gate这个flookup是用不了的所以 因为我没有办法把多列去march成一列 因为他不具备加法同态的性质 因为因为因为他用了这种方式去encode的一个表 这个很显然这样的式子你用两个表 你是没有办法通过加法同态去把它变成一张更大的表 或者是把它变成一个复合的表是做不到的 所以说这是他的这iflookup的一个 比较明显的缺陷 但是但是他开辟了一条非常新的一个思路 就是就是这个ok这个basicidea一讲就细了 我们我们就先跳过 接下来就是接下来是一个插曲插曲 就是这样一个叫blue的paper blue的paper叫zgkmr22 然后他的这个改进他的改进这个就是说他的改进就是说 ok我们仍然这个是om乘上log平方m prover cost 我们保持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有 这个加法同态 我们support 这个 additively homomorphic homomorphism 就这个就是 blue就是在flookup上的一个改进 就是但是方法不是一个简单的改进 就是total在用的different的办法 就是 说我们这个性能 这个跟这个 sympathic的这个complexity 是跟你一样的 但是我们支持加法同态 加法同态意味着ok我们又可以很happy的支持这种多列的表 就是可以支持lookup gate 否则的话这个flookup只能做rent check 就是只能做rent check 可做一些membership什么的这些很简单的玩意儿 嗯但这个协议用的用的手段就是 跟啊跟前面的都不太一样 嗯但他有他的这个 小问题吧 他的这个 这些就是cost 就是不是free的 就是这些事不是免不是免费就这么好的 就是我又要表示这样一个准线性的proved cost 然后还能支持additive的 homoism 他就是说需要引入更多的 这个introduce 更多的这个g2的point g2的element ok 那这个就不说了 这个协议也还是略复杂的 复杂的那接下来就是一个 ok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东厂 就是只要log up 就是说的hap 22 嗯 kub2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 这个contribution 就是用了引入了这个叫logarythmic logarythmic mic derivatives derivetives 就说如果我们要证明 一个fx跟一个gx相等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证明他的 log fx 球导 球导跟这个 啊假如说 这是一个 像gx乘上一个hx 那么这个东西球完导之后就是 嗯 在 sorey 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如果我们证一个 fx 和gx相等 那么 可以求他的对数导数就是fx 除上一个fx球导一片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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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x 一片 gx 我们正这样一种东西 这样东西的有好好处呢 嗯 就是说我们可以 把一个成的 连成的关系 就是我们在这个 iflucop里面的 这个不具备 为什么他不具备加瓦同态 是因为 他里面的这些表的元素 是被成起来的 不是被加起来的 如果只有被加起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引入加瓦同态 那么通过对手导数呢 我们就可以把一个 连成的关系 转成一个连加的关系 今天没有太多时间了 我们给下次再说了 我们先赶紧过一 就他这个paper里面用的是 据sum check的一个写意 但他实际上这个写意logup 是可以用在一个univary的环境下的 这是 就是没有太大的区别 就是用不用sum check不重要 就是换到univary的pronomi 下面也可以用univary sum check去替换他的sum check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种log logarithmic derivative 就去能够做到 去改进这个 改进这个flookup协议 能够既这是加尔藤态又 这个性能也比较好 ok 这个简单的思想就是这个 这个我这边多写一下 就是说 这个对数导数就是所谓的对数导数 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 fx乘上一个gx 然后它是让一个是 我们把它取取对数一下 然后再求个导 就等于 因为因为对数求导数就是我们先要这个是他的 倒数 倒数 倒数完了是在复合函数 fx乘上gx分之 把里面的 把里面的这个继续根据这个链式法则 再对这个继续求导 那么就这个继续我们可以继续推 就是等于这个 fx乘上gx 那上面求导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fx乘 求导乘上gx 加上fx乘上gx球导 然后就等于这个 fx fx 求导 加上gx 分之gx球导 这个就等于 fx 求导加上 gx 就我们可以看见我们都能够把一个相乘关系 通过对数求导 就是先对数一下 再求导一下 能够转成相加的关系 那这个就是 就能够很好的解决fx lookup 他这边用这些连程的关系去引扣的一张表 然后通过对数导数可以再把它分解开分解成相加的关系 然后有了相加的关系之后自然就 又同意重新支持下巴筒开 嗯 这是这个 币 币 嗯 这个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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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omorphomorphism return ok 那再往下就是这个但是 lock up 的问题就在于log up 并没有去讲 解决这个大表小表的问题 就是log up 是在look up 上的直接一个改动 但是他并没有去解决 calk 要解决的问题 就靠个要解决这个 如果有张大表很大怎么弄 能不能跟大表无关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 这是接下来一个比较重量级的一个协议 就是这个 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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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per 的缩写叫啥来着 有没有记住 cq 就是说可以吸收了这个lock up 的思想 然后 就把这个prover的cost 从这个 iom 乘上log 平方m 直接到 又继续缩小到m乘上log 然后并且他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就是 就是没有g2点 没有g2 element in the proof 就这点特别好 就是我们可以在合约里面比较 低廉的去verify 然后当然也有 这个with 这个additive of homophism 我们就不写了 对这个这个协议也是 也这个协议比较简单 就是反正里面有点 要有意思的 basic idea 我今天就没时间讲 我可以后面再继续讨论 对然后再往后就是有一个新的 就是这个 就是拉索 就大家可能很关心的这个拉索 他们号称是这个 lookup singularity 但是呢 就是当我的我的个人的看法 就是我很难把它归成一个叫 lookup argument 因为他的主要思想是说 我们可以有一张非常大的表 一个 一个一个huge 一个virtual的 table 这个virtable 可以被decomposed into small tables 然后因为这些small tables 很多是mle structure 他可以被verify直接去verify 因此这些small tables 你甚至都不需要 因为体验定义 你只要让verify到时候去算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很难把它归 归结成一个lookup argument 实际上是在还是在证明了一些计算 但是呢 你说把它看成一个lookup argument 可不可以 好像从 证明的interface上来说不是不可以 但是确实跟前面的这些都不一样 所以拉住教导 我们可以单独单独拿出来讨论 这个拿的里面的基本思想 是用了跟 不录的很像的一个东西 就是 不录里面的这个基本思想 跟我说了跟前面的这些方法都不一样 他是说 我们有一个 矩阵 m m 呢 m 属于是一个 我们有 m 是一个 是一个 m 行 m 行 n n列的这样一个矩阵 那么 m 乘上一个f的查询的向量 他等于这个 t 向量等于这个f向量 就是用一个 就是用一个所谓的叫 metrics vector multiplication prication去 这个这样一个 argument的去证明这样一个 lookup argument ok 那这个lasso joint也是exact 也是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 证明这样一个 矩阵 他乘上一个table的向量等于查询的向量 那这个f 这个重点就是fm是一个spars matrix 然后并且这个t是一个 decomposable 行 基本上就是我们前面就是简单过了一下 一个跟传统的这个p lookup和很多to lookup 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新的协议calk 然后并且在接下来的一年的时间里面 有很多的工作去改进他 然后有很多新的东西出现 然后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 比较激动人性的东西出现 比如说像现在 像现在这个logup有一个到logup bus 然后是用了 using gkr去证 去证里面的 证里面的一个关系 然后能够用性能上有一些改进 所以说会会还是有不断的有新的insight的出现 然后对今天是跟大家整个overview一下这个 然后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现在直接开麦题 然后感谢郭玉老师的精彩分享 郭玉老师现在那个 cq的话他像hello2这些他们有没有 就是想集成他 这些我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个没太关注过 这个可能 其他朋友可能知道了 我在就是我刚才大概少了一下calk他问问 那个domain switch应该是个单摄是吧 他没法就是说从v再反射回来对吧 就从从对从对对对 就只要一个方向就够了 ok 所以行 那我们对但是我这个公式可能是有问题的 我会觉得大家想一想 好久没看了 大家了解一下性质 因为确实跟我前面提到 就是aid和cycling code 这种不一样 对 ok 所以郭玉老师 可能就是刚才就是说 eux这里 calk这里 只要有一个这样的映射关系 就解决了之前的那个 公开的这个问题了吗 这个地方没有听到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地方 我们线下再聊吧 因为这个地方我得再看一看 因为我写的总觉得哪里不对 对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是有有点问题的 我下次可以correct 因为我自己写的写的时候发现有点矛盾 但是这个基本思想是这样 大差不上 因为对因为 PayPal用的符号跟我的符号体系有点有点反 然后我今天写着写着用用 又用了一条新的符号体系 有点 跟脑子里的记忆不上 这倒不是说符号的问题 就是说 就是说 他为什么通过这个就可以说解决了一个这样的 就是都 解决了一个可以把它公开化的一个问题 可以把什么公开化 因为EQ1的时候 我说只有TX是公开 TI其他的都是pro自己的 然后 对 所以 所以 因为后面 对我需要后面的三个 三个equation 然后去 去 去放在一起去保证 这个这个纸表是不公开的 但是它必须是对的 OK OK 好的 郭老师 还有就是最后这个 拉扫 这个的话 能稍微再讲的再多一点吗 就是 呃就是说他这个 decompose 呃 decompose 到小表 这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 整体 哦 这个今天恐怕没时间讲 就是我们可以讨论一些 比较high level的内容 因为你问细节的话 那就是 你就得 嗯 讲的就比较多了 就是我们讨论的内容就就会深一下 今天恐怕没时间 哦 也不是细节 也就是说他的一个思想 稍微 OK intuition是吧 嗯 啊 对 嗯 应该怎么说 就是他这张大表可以变成 一些长度更小的表 因为因为在呃拉索里面 他是呃 用的sum check 用的这个多元多样式去呃 就是用呃 所谓的叫hypercube吧 hypercube去 encode的一个向量 然后呢 这个hypercube的维度就是你是n维的话 你就能 encode2的n次方个向量 呃rn次方个元素的向量 然后就decomposable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个呃rn次方长的向量 就是这个 n维的空间可以抵扣的成更低维的空间 之间的运算关系 这个就是他的decompose 就是他是从这个围空间的就hypercube上的 维度上去进行切分的 就拆成多个 嗯多个更小的表 然后ok 对然后那个表小到呃小到 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 verify就 呃就他们之间就是proof就会就会就快很多 本因为表他是按照那个维度减小的就是 你相当于指数级的减小到一定程度 就变得可运算了 甚至 呃说你这个表甚至都不需要commit 因为这个表的内容是verify可以自己算 就他不需要提前存这张表示 因为这张表里面的运算本身是很规则的 他就临时现算都可以 所以说 嗯 嗯所以这是这是拉索拉索拉索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intuition吗 我说的可能不是特别清楚 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有 理解的特别深 所以说 嗯 啊对 对另外一个就是对刚才 steven说的对另外这个spark matrix spark matrix这地方也可以去加速 是因为 这个使用的那个叫什么 嗯 嗯 用spark的这种表表示方式 嗯 然后加上 这个拉索里面的叫offline memory checking的方式去把 嗯 让你这个虽然这个m这个矩阵可能会非常大 但是最终的这个运算的 嗯 复杂的只跟m这种费零的元素的数量相关 嗯 他可以把这个费零元素 比如这个费零元素里面有m 个他就在开方开nc次方 啊 这么大的 变成这么大的这样一个 嗯 这个这个这个基本的 运算的复杂性 然后 大概大概是这样 好的 谢谢哥老师 谢谢 好看大家还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 呃今天到这里 非常感谢郭老师的精彩分享然后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在群内讨论 嗯 好的好的 感谢郭老师的分享 过了十几篇 浪海 过了十几篇 转